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攀岩滑降 深入敌覆 突击组能否默切完成致命夜袭 夜认出轿 正在播出 在我国东部沿海的某个海岛上 一等战功团侦察营的官兵们 即将迎来一项多科目连贯侦察 夜间突袭演练 其中包含高空无人机侦察 武装阵透 夜间突袭爆破等科目 而重创敌影的任务要求18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 少有差池都将直接判定演练失败 而今天是他们正式演练前训练的最后一天 每一位侦察兵都把训练场当作战场 每一位侦察兵都把训练场当作战场 他们必须为明天的战场做好十足的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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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无人机侦察 是夜袭演练中的第一步 更是关乎此次夜袭成败 最关键的一步 而此时 云雾天气 使得高空侦察任务 始终无法继续进行 无人机侦察排查可疑位置 是地面渗透部队的眼镜 在排出A B C D等点位后 持续不散的大物 使得无人机 无法侦察到西北方向点位的信息 天气情况 迫使我们终止飞行任务 开大油 无人机侦察手 快速将侦察到的信息 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力 传回前敌指挥所 经过多维度对天气状况的反复勘测 预计在中午12点左右 云雾层将向东北方向偏移弹升 无人机侦察手 必须把握时机 准确侦察有效信息 即便大物会有所偏移 但要想准确地侦察到敌军方位 无人机还要保持灵活的隐蔽飞行 拥有多年侦察经验的无人机侦察手 也不知道深入山间将会迎来什么 他能做到的只有全神贯注 分秒必争 由于天气原因 整个高空无人机侦察过程 已经快用掉了规定时间的四分之一 这场没有伤亡的战争 却已然在一开始就弥漫了硝烟 在确定位置后 地面侦察组队员第一时间 向隐藏在山奥中的蓝军指挥所方位 渗透前进 对其周围的环境和敌军的部署情况 进行全面侦察 纯动十字 手起力行 是侦察兵之间铁打的默契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的侦察 这就要求侦察兵们 不仅要有十足的耐力 还要有敏锐的判断力 侦察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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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 地面侦察组队员必须找到制高点 才能尽可能快地侦察到 敌军后方的兵力部署信息 同时保证自身安全 独立行动 保障困难 长时间 远距离 高强度的渗透 潜伏 机动穿插 潜艇 监视等侦察活动 对侦察人员的体力 精力 消耗巨大 侦察组汇报 在后方带人去见 算 此刻 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 还剩下不足十一个小时 他们必须为后面的战友 争取时间 今晚 夜戏小组能否按时对敌军予以重创 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为了顺利完成侦察任务 我们主要采取地面渗透的方式 穿过丛林 克服崖壁 灵活运用伪装 以最大限度 降低南军多种手段的发现率 报告连长 接到侦察一组群吗 收到 同志一班二班 班长到我这个地方集合 连长王文斌发现 敌军指挥营所在位置 难以快速接近 并且周围的兵力部署 呈半包围式分散 决定以加强班的作战人员构成 成立突击小组 绕到敌营后方 执行夜间突袭任务 而此次突袭任务的组长 较由李绍平担任 一班长 根据我情报得知 在219高地西侧500米处 发现南军指挥所 其周围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进行警戒防卫 在63高地 102高地 任德山 敌分别部署一个连 以上情况清楚没有 李绍平作为一名入伍8年的老侦察兵 单兵作战能力极强 曾多次在军事演练中 获得训练尖子称号 在实战演习中也屡获加奖 是此次领导夜袭任务的最佳人选 在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 心里面既有机动 也有些许的压力 机动是因为 上级能将此次的任务交给我吧 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 压力 是因为如果此次任务 完成的不顺利 完成的不好 将会影响后续部队的进攻 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战斗命令 上级命令我吧 夜战是我军克敌之胜的法宝之一 尤其是趁敌疲劳 松懈的时候 以突袭为手段 能有效削弱敌优势 起到骤奸战斗难以达成的效果 李绍平必须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 来应对夜间突袭任务中 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下面进行民进分工 指人民分组 国立组 主要负责 情报道路警戒 以任务区域侦探 第一组 主要负责 后方警戒 并清除情境横距 报告组 主要负责 对南京主委所 直渗透报告 建议组 主要负责 将人员 投送到实定区以后 等待命令 请往下一阵一阵 以上 任务明确 双进走 加油 紧张的气氛 弥漫在前敌指挥部 留给队员的时间不足十小时 但战前准备 不允许出现一丝懈怠 同志们 上级 明镜的任务 非常精确 全局过程中 停发成两个动态 把直播精力情报 进入 走 根据前方情报得知 蓝军指挥部 所处位置 因地形原因 突击组落下最快 最隐秘的渗透至敌后 完成爆破任务 必须在一处 长达三公里的海湾 进行夜晚武装求度 利用夜色和天险的掩护 绕过敌军火力防守点 秘密接近目标指挥所 面对弹药和武器的自重 暗流和风浪的阻力 他们只显射险 义无反顾 武装求度 是侦察营全体官兵 必不可少的一个科目 每次海上去练 侦察营的官兵们 不仅要负重在水中 进行长达五公里的求度 而且要坚持不间断地 训练四个多小时 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作战问题 我们平时都会按照 贴近实战的条件 来抓好侦察兵的战技能训练 我们要求每名单兵 必须掌握车辆驾驶 操舟 球度 攀登 闪将 补服 等多项技能 并能灵活运用于实战 进两个小时的武装球度后 面对时间紧迫和体力考验的双重压力 突击组队 突击组队员上岸的瞬间就必须迅速调整至作战状态 进入警戒 交替掩护 继续向目标指挥所行进 而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他们能顺利到达目标点吗 夜间脱袭任务迫在眉睫 恶劣天气却使侦察任务阻力重重 一等战弓团侦察营将如何部署18小时破敌计划 球渡数公里 他们如何抗击暗流风浪 攀岩滑降 深入敌覆 突击组能否默切完成致命夜袭 夜刃出轿 正在播出 10亿米高的天险屏障 成了蓝路猛虎 在寂静的夜晚中威然受力 夜色虽然可以作为突击队员天然的保护色 但也大大增加了渗透任务的不确定性 时间仅剩下6个小时 现实不允许李少平有任何过多的思考了 此次的任务对我们本班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关乎到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进攻 李少平率先屠手攀登 侦察兵们剑似紧跟其后 小组之间协同向上 翻过这座崖壁 就真的离的血越来越近了 队员们愈发地小心翼翼 而此时距离演练结束 仅剩不足四个小时了 毕竟员们剑似于吉他 太阳断了 最后一刻刺激了 贴族中的厨房 最后引起辑的力量 最后一刻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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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一刻刺激的厨房 最后一刻刺激了 最后一刻刺激的厨房 最后一刻刺激的厨房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武装渗透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 在各分组的默契配合下 将爆破手推送至距离指定爆破区域 仅有五百米的位置 全队必须潜伏等待 避免被敌军反侦掌 否则全盈地努力功亏一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时 距离演练结束还有两个小时 敌营正处于修带状态 突击组决定提前一小时完成爆破 爆破手开始向爆破点移动 从接近爆破点到安装爆破装置 从引爆到撤退 这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对于爆破手来讲都要做到分秒必争 而身后负责火力掩护的队友 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在执行爆破任务时 心理压力主要来自 对爆破时间的每分每秒 以及爆破成功 遭敌爆位时的心理压力 爆破成功 在枪炮声中 一等战功团侦察营的官兵们 提前完成了夜戏任务 成功打击摧毁敌军目标 动摇了敌军作战意志 也鼓舞了我方事情 特别是夜间突袭 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 起到牵移化而动全身的作用 并对极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慑 此次演练的成果 展现了一等战功团侦察营的官兵们 在执行破袭任务时 深入敌后 查打一体的作战体系 越来越成熟 在军事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也越来越重要 可根据作战需要 破袭敌指挥 通信 控制情报系统等 影响战斗全局的关键节点 和要害目标 作为一位侦察兵 我的第一感受是光荣 是因为侦察兵 是常规部队中的特种部队 是部队首长身边的 眼睛 金刀和利刃 虽然这一次的夜袭演练结束了 但对于一等战功团侦察营的战士们来说 在强军 星军的征程上 他们还要不断强化作战效能 让临战状态成为备战常态 在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中 不断提升夜训质量 永远是一个非过时的课题